在各方的支持下 基隆一信杯三对三篮球赛来到了第29个年头 吸引许多爱好篮球的学生们共同来参与 这个比赛非常注重礼貌以及运动家精神 因此同学们除了球技之外也要注重品德教育 开幕典礼上特别表扬了有礼貌以及运动爱读书的同学 五轮国中高齐圈同学 齐圈同学 5A++ 作文满级分 酷爱一信杯 大家来 今年有位同学五轮国中的同学 他这个打我们三对三之余 他还是一样可以努力练书考上建宗 所以我们也觉得说 事实上这个应该说是体育球赛运动跟这个念书 是可以并行不备的 可以两者坚固的 我也很喜欢打篮球 我虽然没有考上建宗 可是我有考上台大 所以这个 所以表示这个运动跟念书可以并行不备 不要去做一些什么 像刚才讲的一些什么吸毒啦干嘛那些 那些对身体没有帮助浪费时间浪费青春 打球有益身心 我想我们金融市议会有一位国手运动的议员叫做陈宜 然后他非常的重视体育 所以我们带动我们金融市政府跟金融市议会共同提升这个体育的风气 所以一信杯长期29年来那么重视我们的这个篮球运动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跟着陈宜一员一起来参加 也来支持我们一信杯的篮球运动 那其实我曾经今天是29届 我曾经参加过第五届 第五届的一信杯 我下次要穿这个第五届的这个衣服来 我要告诉大家说 一信长期的对我们的篮球运动投入非常多非常多的资源 而且非常重视我们的品德教育 我想我们的小朋友 基隆的爱打篮球的小朋友 都对一信杯不陌生 而且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 你如果没有参加过一信杯代表 你不乐爱篮球的一种风潮跟一种潮流 我想一信杯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我们回馈社会 那我想非常的感动 我们也非常谢谢一信杯的一信的主席跟副总 长期的投入我们的运动 那我们希望未来 我们可以支持更多的这个篮球运动的资源 可以让我们的三级制建立的更好 我想陈宜一员在我们的议会提出非常多的建议 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篮球是一个有益身心的运动 不只可以强健身体 而且可以锻炼我们 我们这些年轻朋友的运动家精神 还有这个认真比赛的精神 那这个 所以呢我期待呢 大家可以继续的对我们的这个篮球运动 能够继续的参与 经过多年的长期耕耘 一信杯三对三篮球赛 已经成为台湾青少年爱好篮球的一个重要品牌 而且赛事中强调选手们运动家精神 与强健体魄并重 可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